有的人啊会很羡慕说别人怎么那么好睡啊 我回家睡觉三更半夜吃的药都睡不好 怎么人家随便一倒就可以睡 真的是命好对不对 但是也要挑地方啊 不能走到哪儿睡到哪儿 新竹有一位工人啊 他师座工程太累了 竟然午休的时间 他就躺在快车道底上的这个 上面的这个卡车的底下 就这样子躺在那边就睡着了 真的是把路人啊 看得真的是捏了一把冷汗 这样子的危险行径 也让他吃了一张罚单 新竹的光明六路来往车辆不断 车流量向险下还生 让人捏把冷汗 是想说会下雨啊 想说下面就不会淋到雨了 哦 然后他们拍到之后 就赶快去换去这张睡 大喇喇睡在车底 夸张行径让人傻眼 原来这位老兄是名工人 应新竹县政府要求 在县府附近各大重要路段 赶攻设置LED灯 无休时间为了躲雨 就这样躺在卡车下 睡他的大头脚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七八条一项四款的规定 如果在道路上有坐卧蹲 除以妨碍交通的行为 是可以处行为人三百元的罚款 要上了新闻版面 还得面临三百元的罚款 想必让这位人凶始料未及 中心新闻和梦谦胡伟廷 新竹采访报导 然后再来点击 下来点击